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冷智晨室 我是凌云珊 首先请大家订阅、点赞、转发给大家的朋友 下面开始我们的节目 乌安从周六开始的黑虫反攻 透露出来的消息很少 基本上是俄罗斯人说 从来没有看到这样规模的炮击和坦克出动 对此乌安飞人员教官 斯维坦在电视节目中解释说 乌军最近又收到另一批军援 主要是美国给的榴弹炮的弹药 还有海马斯火箭弹 其中包括十枚陆军战术飞弹 俄罗斯宣传人员、媒体和合作者 之所以如此惊呼 就因为这些乌做基本刀 分配给了聂波学右航的黑二重舟 而且这位专家还指出 所谓大规模的炮兵轰炸 只是现在有乌安的标准打法 乌安副防长曼尔在念书上表示 乌安周六重蹈得上来开始推进 只用非常强烈的火力 掃了一下贝利·斯大夫 俄军当然无法承受如此程度的攻击 于是通过在水电站大把上架枝的几座桥 从右岸向左岸前 但俄军已经用火力控制了这临时通道 他特别强调 俄军和俄军在乌南的人员损失比例是1比6.5 而且当相亡比超过了1比8的临街激限 俄军就会在心理上崩溃 现在有必要集中所有力量 将俄军从乌克兰的土地上制除 他表示一周之内 就会收到关于黑二重舟的好消息 目前俄军每日都有几百相员 无处可救 都被送往黑二重 这个时候 如果乌军从斯尼弗·瑞夫卡往南向达里夫卡推进 就会进一步切断俄军的补给 每日的 没燃料 没弹药 从营武器很快就没用 哈尔松州军事管理局局长顾问哈纳 在自由电视频道表示 乌军对贝利·斯夫卡的俄军发起的进攻 只是哈尔松大反攻结束扣角 进一步就是控制列巴河对面的申卡水电站 完成这一步之后 距离哈尔松城不到20公里的达里夫卡 就会被收复 哈尔松城的俄军将被包围 社会转型研究所所长 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索斯金指出 乌军的城市遭遇连续的轰炸 乌军战场上也不会对国军有任何怜悯 除了投降 就是在阵幕 没有绿色走廊 军事专家表示 收复哈尔松军事意义在于 释放出这里的12.6万兵力 给争议的128山地旅 靠缴河成为半机部旅的第60部兵旅 在北哈尔松战役大放异彩的129 128国土防围里 而实际上突破斯雅托夫克雷门纳防线 这才是乌军真正的重点 目前乌军的海妖团先锋 距离斯雅托夫只有6公里 但俄军正在克雷门纳附近 在斯雅托夫附近建造防御阵地 还将这些防线吹去城 古京防线 在巴哈木特前线 俄方这几天一直在进行宣传战 华巴哈木特附近的一些定居点 伊曼格纳、奥皮特内已经被占领 实际上这不是真的 乌军东部集团发言人 此列瓦帝在电报频道中表示 这正在行激烈的非常困难的战斗 因为俄军派出是最强大的部队 但乌军也绝对守住附近村落 乌军战争进入新阶段 乌军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宣布 对俄罗斯的战争已经到了战略转向的阶段 俄联邦的每一步都在使局势恶化 并使其接近微星 它特别指出俄联邦陷入政治经济军事困境的 几个迹章 首先,普京的动力员变成了超过50万俄罗斯人的逃亡 毫无准备的认证者死亡 15层次人民的憤慨增长 对战争的支持水平下降 最重要的是它成为俄联邦政治不稳定的一个强大因素 以俄罗斯制度腐朽的证明 其次,吞并化领土的企图在联合国历史上 是前所未有的,遭到全世界的谴责 第三,普京的核讨诈 反而让北约彻底现代化 增加如算,重新装备 周一北约就开始核威嚇训练,直到月底 第四,俄罗斯人对乌兰城市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 加速了奔约,将现代防空主义到乌国的速度 普京在伊朗无人机和导弹上的潜,虽然是白花纳 最重要的是,以摧毁乌兰为目的的侵略战争 导致了乌兰政治国家的形成 而俄联邦的所谓的团结,将它融化 并进入半解体阶段 在俄罗斯的后院中亚,普京的地缘灾难已开始 塔卡总统在亚信峰会上,对着普京喷了7分钟 差明显的征兆 本来在欧洲提供技术,让中亚和俄国提炼原油卖给欧洲 但利用的带头都被莫斯科拿走了 乌兰一打仗,北起管道避炸,欧洲大客户走了 中亚国家竟是没钱赚了 再加上俄军在乌兰截截败退 年初镇压哈尔赫暴乱的空港兵 有一波都陣亡在哈尔松 军事保护山,亦花为乌有 莫斯科周围的国家,都在脱离这个十分省低的中间商 最早的阿塞拜烈,就是靠和土耳其和欧洲联系赚取了统金 为立卡战争的获胜,奠定了基础 脱离了莫斯科的控制 今年的克什克斯坦,直接宣布政治改革 努力对欧洲出口来源 周年亲和的亚美尼亚都开始求变 佩洛西到访的时候,很多亚美尼亚人欢呼不已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普京电门拉得很高 它没有用处 阿尚方会结束时,俄罗斯仍然大声警告 如果乌克勒家日不弱,就会开启三战 但问题是,谁愿意与普京一齐打三战? 就这样的拉跨战特力,谁愿意上去的战车? 先将乌南国势控制住了,才有话语权 否则中亚的小弟们都要脚底慢有 俄罗斯宣布,苏巴勒军事博主是潜在国家公敌 可能受到部局最指控 自普京二月份发动战争以来,这些军事博主 因详细报道前线,在俄国加园互晓 有些博主的粉丝达到上百万人 而这些耗战分子的代表人物就是基义甘 不单止俄国当局要修理他,连乌国政府和民间也在围报他 以基义甘为代表的这些俄国军事博主 基本都是民族主义者 由于粉丝众多,呼风唤语,在其电报频道里面 只需广告几分钟,只能为俄国士兵囚杂军需品和演金 影响港大,周辞重热叫,口无遮难地批评俄国军队和高层 公开指责他们的错误、失误和缺点 从6月开始,俄国防部就很想整治他们了 俄国电报频道的消息中,有说是俄联邦警察和安全局要抓捕他们 有说是俄联邦国防部以诋毁特别军事行动和国防部的声誉名义 起诉他们 我们节目中提过的灰色地带和碎巴都是一份打击文端上 俄国电报频道马树报道 俄军总緝合长加拉西莫夫亲自要求俄联邦通讯 资讯货记和大众传媒监督局监控电报频道的内容 连外国检察长、办公室也加入了监控行动 同在这份名单上的知名军事博客佩哥夫 经营的电报频道叫《战争奇闻》 他指责俄国防部制定了打压名单 并在推特上评击庭审的荒谬 佩哥夫认为结果一切被罚款 最多坐三年牢 但如果是半个罪,就比刑事罪严重多了 是要坐穿楼底的 所以一些博主现在非常老实 报道尖方仅限提及地名 没有评论,也看不出谁占了上方 对军的底位更多了 咦,是在选边阵了 至于基尔甘,据说已经到前线打仗了 周六十五日,基尔甘的妻子雷金斯卡雅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 基尔甘村军装的照片 这是基尔甘停止发布新消息的记忆后 第二天,乌克拉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公告 为了拿基尔甘,完赏10万美元 年51岁的基尔甘,1995年代 是俄罗斯国内最高间谍机构FSB的官员 在2013年退终FSB的一年后 他带领一支顿涅治克的陈罗文兵 并想终成为顿巴斯最知名的指挥官之人 还担任了三个月的艾哥防部长 后来他回到俄罗斯 成为军事部下和评论员 早在2020年,乌克当局 就将基尔甘列入通缩名单 只用他犯有战争罪 又在周六,乌拉活动家斯特联方 在推特上说,他将向沙皇基尔甘的人 完赏1万美元 另有几位乌克公众人物迅速认倦 将原赏金提高到5万美元 斯特联方认为应该活足基尔甘 然后与俄国交换乌军战互 或者移交给荷兰,以换取更多的武器 荷兰当局指控基尔甘 2014年在顿巴斯上空 击落马来西亚航空公司17号航班 是国际通缩犯 11月17日海洋国际刑事会员 将对此案作出最终判决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多谢收看 希望大家订阅、点赞、转发点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点赞,订阅,转发点赞 订阅,转发点赞,订阅,转发点赞 感谢你们